台二根延伸縣市 从头城乌石港到五节乡的立的工业区 可行性的评估已经将近有16年了 却仍未通过 民众占星建设会泡沫化 立委陈欧破今天也邀请交通部的官员 来到郊西的三名活动中心来办理说明会 会中路线经过民意代表 一致都强烈表达支持行建 也会中央能够加速推动可行性的评估来做进行 促进宜兰的观光产业来疏解交通问题 全长41.2公里总经费为121.6亿元的台二根延伸线 从头城乌石港沿着山边往南到五节乡的立则工业区 路宽为12.5公尺 2007年完成规划之后 可行性的评估至今已经将近16年 仍没有获得通过 地方优星这条交通建设化为泡影 为此立委陈楼珀特别邀请了行政院 国发会以及交通部等单位来进行说明会 向相亲报告进度 第一个路段就是在我们郊西这边的 这个林美路段也做了一部分的路段改善 那第二标的工程其实在前年底就可以应该可以动工 但是民众有一些意见 那我们也尊重地方的意见 在做路线的调整 那预计今年底新的路线也可以完成 这个行政程序再做规划 然后再动工 那相关的旗程其实走得很慢 当然跟大家所关心的议题一样 大家民众觉得说塞车塞那么严重 那为什么不把相关线内的交通能够周全 台海跟延伸线可行性评估预计要到114年才会完成 而对此路线所经的各江镇市的民意代表 也都踊跃来出席说明会 并且强烈表达支持台海跟延伸线新建的必要性 也呼吁中央要加速推动 普及做路线人爱 到我们家的地方自己拼 可以说既然中央这些官员 丁守的土地计划 拿得更高的 最多要利益 就提到 计划比较比较 时间的部分 我快来做 尊重什么 尊重专业 你还要一直投民心评估 那一筒那一筒 我跟你说 90年要做不好 已经有通过 我们的库大队众计计会 我们大家的帝影团 大家的8分担 我已经延宕差不多10年的时间 这是20年的纪尾 所以说因为台澳根线 没有夸定路线 没有夸定它的旗程 导致于大家的纪尾 迟迟没办法做扩大的部分 不要担要做不做你们家的事情 我告诉你 我这段一定要做 你不要反对 我反对我给你拼命 我来说这个 对不不可以这样做 好吗 你听说你们家的事情 我们这些都没做 你看看 我们以前的 架子的什么都搭车 都一直搭车 那东西来 那人家 他没有一个规律 没有一个专业的刷头 东西都软软的 我希望能够把白鹅跟龙毯 直接延伸到白鹅龙毯 才有办法 把这条路给打通 因为有些人要过去宜蘭 你光一个大中路跟十六节路 他要进入省道 没有办法 绝对没有办法 相信我 也会引发大塞车 你不要大中路那边有民怨了 再引发十六节这边也有民怨 就是 缺宜蘭很多 要快把我们做才对 让白鹅法 发一个声音 来表示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就是非常不满 上次的关联 行政态度 不好照顾宜蘭 缺宜蘭很多 都没给我们做 在114年才是评估完成 我想这真的让人丹到很痛苦 在这希望大家 除了委员 除了各位中央官员 大家回去继续努力以外 我们地方也会 各位民意代表也会催促 绝大部分的民意都希望 台二根县尽早完成完工 最近这几年 因为关公所担来的人条 地宿楼宜蘭关 很多道路都搭车 所以在台二根县的规划过程里面 我们也希望说 能够尽速排除万难 不要因为所谓的环保问题 把这个工程停滞下来 应该是要排除万难 台二根延伸县目前除了已经完成 郊西外环道的路段之外 郊西市区路段已经列为 优先推动路段 路线也经过修改 预计在年底会完成修正路线的规划 而立委陈欧珀则强调 要求公路总局务必要充分论述 台二根县的预期效益 强化对西侧三边地带发展的重要性 让各方专业得以紧速来评估 台二根县延伸线的可行性 不只给宜蘭乡亲一个交代 也满足乡亲的期待 宜蘭新闻记者十四名 裁判报道